三支区的农村栽生社区三河社区 理事长为了推广在地的农产 提高农业产品的经济价值 费了一番功夫 巧手加巧思打造多样口味的农特产品 如今在为农村的营造休息亮点 让游客来到这里感受农村的风情 品尝山枝土壤孕育最鲜美的味道 三支区的三河社区民国一百年 参加农村栽生社区 经过四年上课的时间 在104年开始 社区成员们左手社区营造 让位在山神步道旁的社区据点 成为彩绘大卡点 还有农产品的展售点 而近来可以见到据点中又有新的样貌 在社区志工与成员的巧手之下 彩绘大卡点多了伸缩式的屋顶 还有绿美化休憩处相当惬意 这里三河山神农务工作坊 这里是一个 然后在海边封之门 也有一个 在封之门的部分 我们是102年的 再生班的一个石座 那我们那边是一个入口意向 那入口意向因为漂流木 已经好几年了 所以有担心公安的问题 所以我们今年把它拆掉 重整 然后在这个工作坊的部分 我们今年是第二年 第二年的石座 算第二期啦 那我们做的部分就是有一些屋顶的部分 就是简易的一些遮阳遮雨的部分 还有一些水电 然后再一些种植的部分 三支区以农业为最大经济来源 因此经营社区将近八年的时间 李市长可以说是为了推广在地的农产 提高农产经济价值费了一分功夫 多样化的口味 每一位都是农村妇女创意的发挥 如今在为农村营造 创造修其亮点 让游客来到这里感受农村的风情 品尝三支土壤孕育最鲜美的味道 游泳就来 我们来这里啊 喜欢参与啊 可以很多人来欣赏啊 那你自己也会来吗 对会啊 我们也喜欢花啊 在这里的部分种了茶花 那原有的紫藤我们有在加强 我们在补 在补一些紫藤 在补了三颗紫藤 然后我们这里还有一些爱情花啦 绣球 孤艇 在今年度我们都有在补一些 而李市长的手可不是只要做做料理 还要跟着志工与成员们 一起拿着锄头挖铲 搬着植草砖 空心砖 为的就是打造心目中最舒适的农村意象 将三支区的农村特色发扬推广 而未来也期待可以集合农村妇女的手艺 打造合作社 借此让道地农产品的变化多元性 被更多人品尝与看见 记者大品函三支采访报导